其实呢,把这个剪了,从这儿重新编呀 肯定出来之后,枝节就不会像这个这么长 这得有两三厘米了,两厘米多 就有点长了,尤其越往上,这个枝节啊,你下边越长一点 你像这么长,没事,粗了就不显了 越往上,你应该越细米才行 这个呢,你看,越往上,反而枝节越长了 那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把这儿搅了,重新憋 憋出来呢,也不一定 憋出来是不是枝节就能这么细米,像这儿似的 这个不好说 其实这个芽,你看这个枝节就挺细米的 我觉得把它从这儿剪了,还挺可惜的 前一段时间我剪在上面的时候,故意多留了这么长一块 想保这个芽,这个芽,这个芽,你看长出来了 长出来了啊,脚来看看 手指老年痴呆了,有点 芽长出来了啊,离它远一点剪 这个呢,如果不剪,下面的芽其实长出来了,你看 这芽垫长出来了,一个是剪了,还有一个选择呢,把这儿补上一个 等一下捕一个啊,这个很容易,捕一个芽 我觉得捕芽的时候,切的时候呢,戴着手套,好一点 切的深点,可以闻的了 刚才这个芽我揉了一下,剪了一下,把这第二芽托这个芽啊 就给它扶上来了,就这样 如果觉得怕长一块长不好的话,就稍微去点皮也可以 去不去,我觉得意义不大 根据我的套路的话,套路经验的话呢 去不去意不大,哎呀,去得有点过 这个意义不大,去得了啊 到这儿来,然后找个扎带或者什么的,把它固定住就OK了 这样呢,快一点,如果剪掉重新来的话呢 肯定是慢一点,是吧 这个距离啊,这个距离啊 这个距离啊 这门在咬锁了 补这个地方呢,得近距离的就得有出枝 这样补起来到时候好看,好处理 你别补了之后,离这个芽点这么老远 那还不如不补的啊 这个给它抹点预测剂 抹点预测剂 抹点预测剂 放置这个 放置刚才那小货皮这个地方 水分流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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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